南港分局玉城所接获民众报案 指出南港区向的路内有一名可疑男子在路上徘徊 远景随即前往现场进行盘查 不但发现他是辖区列管的窃盗罐犯 还是一名毒品通气犯 当远景对其收生时 竟又在其香烟盒及口袋内 查获装有结晶颗粒芝加链带 经检验呈现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家住内湖的40岁理性通气犯 因为在南港徘徊行经可疑 遭到民众举报 而远景前来盘查时 在他身上的香烟盒以及口袋内 搜出装有结晶颗粒的夹链带 经检验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最后男子立刻遭到逮捕 最佳一等 征讯后已违反毒品罪嫌移送法办 记得长话长报道